屏東縣議長週典論遭羈押兩百天 上個月十二號被以一百五十萬元交報 布出了屏東看守所 他涉嫌出資替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收購連署書以審判決出爐 對連署人交付賄賂 使其未特定被連署人連署罪 除有其凸刑四年 並科罰金新台幣五百萬元 郭台銘 台幻及必須 去年總統大選期間 週典論出席郭台銘的競選餐會 高喊票投郭台銘 私下也被查出了花錢 幫忙收購連署書 判決處指出 週典論分兩次交付共五百萬元 給喬州鎮長以及鎮長的成縣司機 接著再往下交付給地方上堂主夫妻 週典論特別叮嚀 要用老鼠會拉人的形態 拿到至少一萬份的連署書 接到訊息收證的菜鳥圓景 到定點臉的連署書簽名 真的領到兩百元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爸爸是清白的 那我們一定會再上訴 對於判決週典論的女兒喊冤 而週典論是發表聲明 對於判決結果 把工作費用當成了 購買連署書費用來辦 甚至是調查過程裡面 讓人對偵辦意圖感到質疑 會提出上訴捍衛自己的清白 已有明確的指示 週品權不擇手段 用金錢換取連署書的這個舉動 平常政壇近三十年的資歷 週典論幫競選總統的郭台銘 花錢收購連署書 一審遭判刑四年 事件爆發之後 郭台銘並沒有對外說明 昔日好交情是否生變 周家仍要持續上訴 正名清白 三天新聞 朱俊傑 朱俊榮 屏東報導